梵音 锣鼓 禅畅掩阳 几亥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 在27日进行隐魂法仪 由三师和尚与众介的法师在净土坛中 依循法仪引领朱灵登坛成连位 同收大众等公读照请名策 成佛慈悲微神力 引领超度拔剑六道群灵 与来及法会之三界万灵 安住连位之上听经文法授纳供养 凝魂法仪完成大众善信涌入净土坛 敬拜祖先与超度拔剑朱灵 今日28日更多同修大众前来 表达孝思解冤世节 敏续灾节受难愿灵 请其听受经法佛教 德物无声同正菩提 今日是逢星期历假日 满满的同修贤士与善信大众来到先佛寺 为新圣殿礼佛参拜的人潮汹涌 连位查询服务 文书服务和三宝司服务处 集满查询填写资料的善信 净土坛前等候祭祀的善信 更是排成一列长长的人龙 静静跟随法师诵经 等候为拔剑超度之祖灵 与冤亲有缘 会心会亲 净土坛的引导义工们 详细地解答指引各式各样的疑问 引导同修善信依程序来祭拜礼颤 所有外坛从早课开始 进行连续七天的诵经祈福法仪 梁蓝谭则是世间大众 带领祖先亲自 谅龙谭则是世间大众 带领祖先亲自 新人 忏悔朱叶 重获新生的庄严谈诚 同修大众跟随法师们诵经礼颤 将素饰累劫朱叶 一一忏悔 今日二十八日下午将进行宴口普师 金刚上师仰仗大士威德利 一利化三千 普师供养三界万灵 水路法会至五月四日圆满 欢迎有缘大众一起参与法会 维新电视总本山仙佛寺 水路法会报道